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此乃历史的大势所趋,同样是在二战后被一分为二的德国和朝鲜。 40年后苏联解体,德国获得统一,而朝鲜分成的北朝鲜和南韩国至今还势不两立。 统一之路漫漫,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是如何实现统一的呢? 为什么两者在同样的遭遇下,却有不同的发展? 读历史,您视力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将时间线拉回到1914年,德意志帝国便不难世界分配,想要进一步获取既得利益,于是直接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动进攻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虽然德国刚开始的时候占取上风,但是却不敌英,法后来的强势进攻,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由德国战败而告终。 德国战败后只能任由英、法处置,无论是割地、赔款还是让出殖民地,统统不在话下。 就这样,德国被洗劫一空,甚至连武器都不能有。 发动战争后,生灵涂炭,受伤害最大的只有无辜的百姓。 再加上德国作为战败国,德国人民的处境更加困难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,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爆发了经济危机。 德国也不例外,这让本就受损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。 罗斯福上台后推出罗斯福新政,加上政府对市场的管控,成功将经济危机化险为夷。 也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经济危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。 可是没想到的是,身处困境的德国竟然走上了一条强取豪夺之路,但是仔细想想德国的遭遇。 或许也就能理解他的选择。 1933年,希特勒上台后建立了纳粹德国,进行独裁统治。 身为法西斯国家的德国,还有两个盟友日本、意大利,待时机成熟后。 德国率先挑起战争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面对德国残忍的战争行为。 世界上其他国家纷纷加入反法西斯联盟中,齐心协力,对抗德国,最终在1945年,走投无路的希特勒自杀后。 5月8日,德国宣布战败投降。 与此同时,苏联崛起,凭借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,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,超过英、法,可以与美国相媲美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英、法、美、苏开始商议如何处置德国。 这实际上也是一场瓜分活动,最终经过商议后,在雅尔塔会议上。 德国分别由英、法、美、苏四国占领划分,就连首都柏林都被划分为四个区。 三年过后,被英、法、美占领的三个区域合并后,在他们的扶持下,建立了联邦德国。 而苏联管控的区域亦不甘示弱,在同年十月建立了民主德国,德国就被这样一分为二。 民主德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,联邦德国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,虽然两者之间实行不同的制度,但是两个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。 一直以来,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皆渴望统一,因为他们知道,造成他们分离,并且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,只不过是因战败,只能被战胜国任意处置。 所以才造成的结果,两国之间的合并,实际上是必然的结果。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能够合并,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民心所向。 一直以来,德国人民便异常团结,就算在1961年竖起全长155公里的柏林墙,阻挡两地之间的来往,也没有阻挡他们想要统一的心情,两极格局愈演愈烈。 美苏冷战也到了白热化阶段,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利益,他们的战场竟然设在了欧洲。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则成为他们挟持对方最有力的武器,超强的兵力和先进的武器齐上阵,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二有核武器的国家。 德国人民惧怕再次的战争让家园摧毁,只能忍气吞声,服从统治,最终在东欧巨变后才爆发,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获得统一的核心力量。 最关键的因素便是人民是否想要统一,同属于一个民族的德国,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民族战争,所以只有德国的人民才能代表德国的意志。 东欧巨变,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席卷进来。 许多国家面临分裂,就连苏联也难逃解体的命运。 1989年后,民主德国的局势多变,出现了民众上街抗议的行为,他们也不再信奉社会主义,甚至有的民众越过柏林墙,来到联邦德国定居。 无奈之下,民主德国的总理不得不拜访联邦德国,并且拆除了维持三十年之久的柏林墙,拜访联邦德国后,达成统一的共识。 在英、法、美、苏的同意下,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,举国欢庆,民主德国退出怀约后,加入联邦德国,标志着分裂四十多年的德国终于获得统一。 而在东欧巨变这场危机中,却促成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合并,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德国人民的齐心协力,分裂四十多年的德国,获得统一。 为什么朝鲜半岛的统一却这么困难呢?想要探究为何朝鲜和韩国不能实现统一,还要从朝鲜半岛的历史说起,一直到日本占领朝鲜半岛。 朝鲜的历史大部分处于分裂的状态,无论是成为我国的附属国,还是三祖鼎历时期。 朝鲜人民都没有太大的认同感,长时间分裂,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战乱和百姓的分崩离析。 大家各自拥护自认为的国度,也没有朝鲜这个概念,所以朝鲜人民并不像德国人民那般团结,进入二十世纪后,日本获得空前发展。 也心勃勃地将整个东亚都化入自己的吞并大忌中,作为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。 自然成为第一个下手的对象,或许是日本知道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的道理。 在甲午战争结束后,军队直接扭头踏上了朝鲜半岛。 所以,朝鲜半岛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,甚至现在还保留着日本当时带来的先进制度,在日本的压迫下。 朝鲜百姓苦不堪言,但是他们却没有赶跑日本侵略者的能力,只能坐以待毙。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他们才获得解放,只不过,他们在大国的博弈下,根据北纬38度线被划分为两半,38度以上归苏联,以下则为美国控制。 相较于德国,被一分为二,是因为成为战败国后,战胜国对他们的惩罚。 而朝鲜本身就处于日本的压迫下,现在被一分为二,并无屈辱之感。 所以,刚开始对统一并不强烈,美苏冷战之际,根本没把朝鲜韩国放在眼上,他们的重点在欧洲。 于是,三年美苏的军队从两地之间撤离,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自由,在美国的扶持下。 1948年8月15日,韩国率先成立大韩民国,实行资本主义制度,朝鲜不甘示弱。 9月份成立了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,实行社会主义制度,先后建国的韩国与朝鲜。 皆认为自己才是朝鲜半岛的主人,再加上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,冲突不断。 自从建国后,三八县附近就再也没有安宁过,短短几年内竟然发生了数百次冲突。 流血牺牲不在话下,自然增加了对双方民众之间的仇恨。 是可忍孰不可忍,于是朝鲜战争爆发,军事力量强劲的朝鲜很快就占了上风。 一路上势如破竹,竹衣击破,眼瞅着马上将整个朝鲜半岛吞吃入腹。 韩国赶紧请来自己的金大腿美国,给自己主持公道,这美国还真是讲义气,直接带来联合国军队,朝着朝鲜人就是一顿扫射,美名其约,为了人缘。 没过多久,朝鲜被打回三八县内,向我国求助,打得一拳来,免得百拳开。 三年后,美国撑不住了,直接亮起了白旗,缴械投降,签署了停战协议,所以朝鲜与韩国仍旧在三八县以内活动。 这场战争终究没有分出胜负,只不过两国之间安宁了不少,不再肆意妄为。 像个陌生人一般,井水不放河水,倘若没有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,朝鲜或许在当时就能夺取整个朝鲜半岛,统一韩朝。 但是统一后,如何解决韩国人民的认同问题,却又成为一大难题。 如今的韩国依仗美国,已经成为发达国家,经济实力甩上朝鲜好几倍。 但是朝鲜在建国后也没有获得较大的发展,许多地方的人们仍旧处于极度贫困中。 本是同根生,如今这截然相反的结局。 实在让人唏嘘,但是朝鲜却把重心放在军事上,各式各样的兵种具备。 先进的武器应有尽有,国防力量强大,而这点相较于朝鲜,韩国的军事力量较弱。 韩国与朝鲜,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,倘若现在强行让他们统一,一定会引起大乱。 并且双方的人民互不认同,现在的局面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 朝鲜半岛究竟会不会有实现统一的那一刻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? 至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为何会在东欧巨变后迅速统一? 这与苏联的变化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众所周知,虽然苏联在1991年才解体,但是他们的经济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出现了问题。 赫鲁晓夫直接推倒了斯大林的成果,但也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修补。 并无用处,国内经济不景气,再加上与美国之间的冷战并未结束,所以苏联竟然将魔爪伸到民主德国的头上,不断搜刮民主德国的资源,引起了民众们的强烈不满。 在东欧巨变后,戈尔巴乔夫上台,他深知苏联已经到了强弩之末,便主动向美国进行求和,然而美国的要求也很简单。 只要苏联放松对东欧的管控,苏联与美国的关系便可以得到缓和。 戈尔巴乔夫陷入了沉默,一方面他不忍割舍民主德国,毕竟这几十年的心血,让民主德国发展得越来越好,失去民主德国后,自己的在东欧的势力恐怕会降低。 另一方面,苏联已经走投无路,只能与美国缓和关系,才有一线生计。 这让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两难的境地,最终为了保住苏联,戈尔巴乔夫统一美国的要求,从此放手了对民主德国的掌控,这才促成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统一。 为什么美国要如此尽心尽力帮助德国呢? 还不是德国统一后,美国有利可图,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跟着美国一起,推波助篮下,促成德国统一。 德国加入美国的阵营后,北约在天意强大势力,而美国则只用看着苏联国内混乱,坐稳世界强国的宝座,就可以了。 由此可见,德国在美苏争霸中的重要性,然而,朝鲜和韩国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,或许正是因为朝鲜与韩国合并后,也没有太大的利益价值,不能对两方产生帮助。 在刚开始的时候,美国曾对韩国给过帮助。 但是,一场抗美援朝让美国损失惨重,无数优秀将领折损朝鲜战场,燃烧大量的金钱还没获得战争的胜利,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 从此后,美国便不再肖想让韩国一统朝鲜半岛,只不过对于小弟还是要进行一些扶持。 而朝鲜身为社会主义国家,依仗中国与苏联,军事力量得到迅速发展,甚至躋身世界十强,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。 韩国不愿用经济扶持朝鲜,朝鲜则嫌弃韩国军事力量不够强大。 两者在民众上就产生分歧,统一之路漫漫,如今世界格局变换莫测。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仍旧对社会主义国家,尤其是我国虎视眈眈,自然也瞧不上仍旧贫困的朝鲜,并且只想用武力征服朝鲜。 可是现在朝鲜的军事实力又让他们忌惮,倘若美国不放弃对韩国的控制,那么想要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仍旧十分困难,而如今的对立或许是最佳的状态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